我们的话就知道 房地产委属不是那么大 可能是委属10% 他说原债料上涨了 原债料上涨以后的话 我们厂家的话 整本上升了 大家都不提价 不提价的话 这其实面源是非常大的亏本 大家都胆子都熬着 熬着的话越熬越亏 这时候的话 我们面对压力是非常大 就是行业里面的话 一个不诚实的一种想法 我想接受这些时候的机会的话 要倡议我们的中小企业 自己不要打垮自己 世界上的话没那么严重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成本 给劳动力上升了 当时的话 你的价格不上去的话 你的亏本越来越大 大家都在 如果说一个企业 现在涨价了一个的话 那么我这企业就面临着倒闭了 为什么呢 我的员工又垮掉 没有销量了 你来势给大家鼓气的 不是请问你的事情 我提的问题就是说 大家一定该免材料涨价的时候 一定要产命 一定要涨价上去 这样的话企业会倒那么快 企业会倒那么快 你若是说 大家都是拼命的亏下去 这样熬下去的话 那企业会亏得更快一点 这倒得更快一点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非常感谢你 你跑前跑后跑了好多次 我还有一个事情的话 第二次的话 想交通信给马云先生 我一二十分好的 有一封信呢 交给同事 我已经交给他们了 我想回答你 刚才第一个的问题 就关于那个行业的 你可以呼吁 但是商业竞争就是竞争 你说大家开始涨价吧 没人会涨价 大家还是等着你死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个商业竞争的规律 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别人不涨价 你敢不敢涨价 别人都开始降价 你要不要降价 以及你做什么样 独特的东西 跟人家不一样 假如你永远跟人家 拼的是价格 而不是创新 而不是技术的提升 那你今天不死 明天也得死 所以我认为 永远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商业没办法保护的 保护不出来的 你一定要面对这挑战 呼吁是没有用 你可以天天呼吁 不采取行动 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 这边呢 我还会把战子 这个是什么 这边是东西 我还会把战子